早晨,于书去了望鸡楼,薛瑞将几本账目明细拿给他便匆匆地走了。 于书花掉了半日的功夫,把望鸡楼的账目查看清楚,关于饭菜酒水的价格,每个月采买的额度,包括税前,还有一群员工的开支,零零总总。 于书上辈子没搞过经营,但他在精算师业内小师姐的名头不是摆叫的,尤其是做保险脸出的一双火眼晶晶,翻过两遍账本,就瞧出几处漏子。 七一,酒楼每个月采买的流动资金是一千块,若不足可补,若多余,则上交,这些全由灵符一个人负责。 采买的货油水风足,交给一个人本来就有风险,再加上食材和锅碗瓢盆的价钱,没有个具体的规定,是多是少,都是一个人说的算。 这灵符要不贪还好,稍有点贪心,一个月磕扣个一二百两银子,那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其二,税经这一块,一共有三种,一是地税,二是人头税,三来就是经脉税了。 这地税是看地皮,似薛瑞挑的这繁华街道,每个月要交五十贯钱,双月交付。 人头是店内雇工的总数,一个人按一两收,一个月就是十五两。 最后是经脉税,也就是所谓的交易税,要按照酒楼的账本,抽取收入的三十分之四,差不多是十三个点的税。 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这些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虞书找来了两个账房先生问话,发现他们一起负责总计每月的账目开支和盈利,却没有一个负责做名账的。 所谓名账,说白了就是假账,通常做生意的都是两本账,一本给官瞧,一本自己瞧。 这古代没有发票,赚多赚少,全看账本,再是方便做假账不过了。 虞书就不信,古人会笨到这种程度,不知道弄出两本账。 想必是商人钻了这漏子,而薛瑞这么大的生意,却没个安排,这一个月,他交多少银子呀。 虞书打发了账房先生出去忙,放下了账本,心里直半笛过。 摸不准薛瑞,这是压根没打算占税收的便宜。 想清清白白的做生意呢,还是他另有打算? 姑娘,饭菜做好了,您是到前头去用饭呢,还是给您端上楼? 房门外传来了灵符的问话声。 虞书并不怎么饿,他坐在这儿一个上午,小蝶小情至少来送过了三回茶点,因太过好味儿,卖相又精致,他一不小心就多吃了几块。 但饭做好了,不吃又浪费,借机看看这酒家的菜色也好。 虞书这便起身去开门,对灵符道, 哦,不用麻烦了,我到前面吃。 酒楼还没有开张,大过年的关着店门。 前楼很清静,东边一张酸枣木大圆桌上摆了一桌子的菜肴,静不下十六七道。 真修百味,鸡鸭鱼虾,鹿肉嚎子,最招演的是一只白瓷盆里煮的一整个的大老鳖。 虞书咧了咧嘴,冲着灵符道,啊,怎么做了这么多,太高看我的胃口了。 灵符笑道,啊,公子爷昨天交代,要把酒楼里的招牌菜色都做给您尝尝,这是桌子摆不下,后头厨子还有七八道呢。 虞书前世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可也没有独享过如此丰盛大餐的经历,况且后世环保又有些野味吃来饭法,不比这古代什么飞禽走兽的都敢拿来下酒。 再来,这满当当的一桌算价钱,怕不得上百两银子吧,太浪费了,还不如折线给他呢。 其他人呢,都用过午饭了吗? 虞书扭头看看,就看到了灵符和贵六。 灵符道,姑娘先用。 虞书便在桌前坐下道,贵六,去把其他人都找来,咱们一起尝尝先,别光我一个人吃,这样多没胃口。 不是他心心作态,而是打算借着酒桌探了探众人的人品。 贵六去看灵符,灵符犹豫道, 咷。 姑娘,这,不太好吧。 看他一眼,虞书竖起筷子在桌面上磕磕地对齐, 加了一片白笋,尝了尝。 嗯,味道果然是在。 他就知道,薛瑞不会摆个花架子弄这么大个门面。 开的酒楼,那酒菜肯定不会难吃。 灵符可是个精明人 看余叔不吭声了 就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没说对 便一转口对贵六道 去 把拱琴师夫妇 你兄弟两个 还有小蝶小青都喊过来 陪姑娘吃饭 贵六这才跑去喊人 不一会儿 桌前就多了六个人 账房先生回家了 那两个干杂活的上不了桌 余叔让他们坐下 看还有几个空 又对贵六说 去把掌勺的几位也喊来 别让坐了 这桌够我们吃的 贵六再跑了一趟腿 带了厨娘三个回来 这下桌子才坐满了 余叔左手边坐着灵符 右手边坐着厨娘秀青 他拿起酒壶 先给两人满上 灵符盲端了杯子 秀青却是神色淡淡的 不谦不卑的 道了一声谢 来 都把酒倒上 咱们先喝一重 就庆今日能够同聚一堂 余叔站起身 举起了杯子 众人狠给面子 纷纷起身举杯 相互碰了一个 贵六嬉笑道 拖联房姑娘的福 小的还没有喝这么些人 喝过酒呢 都坐下吧 余叔放下酒杯 看没有人动筷子 一个个望着他 等着他发号施令 顿时就让他乐了 意识到他现在大小 也是个领导 这感觉还不赖 别愣着了 都冻筷子啊 长勺的就在桌上 你们吃少了 可是要得罪人呐 哈哈哈哈 余叔打了个气儿 桌上便有了笑声 气氛轻松了不少 边吃着饭 余叔时不时地 举起杯子 饮他们喝酒 三巡下去 就有人漏了罪态 他便出言事态 将众人的反应 尽收眼底 先说这灵符 乃是个圆滑 会看眼色的人 那厨娘秀卿话不多 拱温人 如其名的脾气温和 他娘子白是腼腆 贵六的嘴巴又快又油 贵七贵八是憨实 另外两个厨子 貌似视为厨娘秀卿 马首是瞻 总的来说 这群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称得上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也不知道薛瑞 是怎么凑齐的 一顿饭 不足余叔摸清他们的底细 笼络人心 但好歹是留了个好印象 出师赞结 饭后 余叔回到他的休息间 将几本账整理好 放在了书架下边的柜子里锁着 摘了钥匙 下楼同灵府打了个招呼 便揣着一大串的钥匙 从后门走了 薛瑞今早上不关给了他账 还交给他了这望基楼 大小房间的钥匙 包括后院里的小金库 以表信任 余叔知道薛瑞不傻 这么放心他 也是因为清楚他的老巢在哪 不会携款潜逃 毕竟跑得了和尚 也跑不了庙 初四 大街上还是没有多少人 但到处是张灯结彩 人人心衣心傲 喜气洋洋 年气是足足的 至少要比五百年后过年的气氛多了去了 余叔午饭喝了两碗的王八汤 这会儿身上是暖气十足 就在附近的街上溜达了两圈 找到了一家开门的大驿馆 想说再买一块龟板 晚上回去烧了 查一查景臣大概去了哪个方向 明天他就上那儿碰运气 选好了一块龟板 余叔肉疼的掏了一大张银票 暗自咬牙切齿 后悔当初没有让清真老头 教他一招找人的办法 专门对付景臣这种长腿乱跑的 回到家正下午 贺方之带了余小修出门不在 赵慧同丫鬟在屋里面烤火 摆弄着针线 沈妈也在 余叔还没有同他说 去帮忙薛瑞开酒楼的事 一来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薛瑞的身份 二来他还想着能进太史书院 赵慧招手让余叔过来身边的榻上坐下 将膝上被子分了一半给他 盖着腿 放下了针线说话 正问到他中午在外头吃的什么 就听见门外 小丝说话 夫人 有客人来了 前院的客厅里 东西两队铺着普通蓝布 被搭的椅子 纪笑谷坐在椅侧 余叔坐在他对面 沈妈静悄悄地搬了个炉子进来 填好了钛 便又轻手轻脚地出去了 一盏茶前 听下人说外边来了客 余叔还当是谁 到前院 看了便是一惊 原来是纪家老三找上门了 贺郎中不在家 召会一个孕妇 不能见外边的南客 余叔没有法子 人家都进了门 总不能轰出去 只好磨磨蹭蹭地来见 在看见纪笑谷 余叔仿佛还觉得 他在一阳击鼓爬堂 状告纪家是前不久发生的事 他那日指着纪笑谷的鼻子痛骂 一口浓痰吐在了他的身上 他至今都还记得那画面 更别说是纪笑谷了 余叔回想当时 纪笑谷一副恨不得抽死他的模样 眼下却能面无表情地 坐在自己的面前 要说他心里 没有想着怎么教训他 打死他都不信 他猜得倒不错 纪笑谷若非是纪老太爷交代了 不让他动弹余叔 哪能容得他眼下坐在他对面 先得让人绑出去吊上两天再说 沉了沉气 纪笑谷不动声色地观察了眼前模样 同半年前有一些变化的余叔 才板着脸开了口 昨日我才打听到 你们姐弟俩住在这儿了 为何搬了住处 不报个回信 你娘下雪那几天出去找你们 回来落了病 在床上躺了七八日不见好 每日昏沉沉的闹着要见你们姐弟 你尽快收拾一下行李 随我回去伺候你娘疾病 父汪费生恩养恩 莫做那不孝不义的畜生形状 翠姨娘病了 余叔听她头一句话 就认定是扯谎 她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为身边的人判货 尤其是那个不让人审心的亲娘 翠姨娘这段时间有没有病痛 她会不清楚吗 想必有病是假 哄她回去才是真 心中有数 余叔面上还是做出了一副惊恐状 起身询问道 我娘病得如何 有请了郎中吗 吃药了吗 继效果没那么容易让她打岔 冷哼了一声道 哼 问这些 不如你自己去看 我只劝你一句 如若再见不到你们姐弟 你娘这病就没得治了 余叔暗自冷笑 撤还没有两句话就威胁上了 是在警告她 如果不老老实实地跟她回去 翠姨娘就要小命不保吗 倘若不是因为余小修 余叔断然不会去管翠姨娘的死活 她早算出技家要对她不利 这一去 就是以身犯险 然而 翠姨娘万一有个好歹 回头余小修知道了 她见死不救 怨她倒是其次 就怕她伤心自责 落下心病 翠姨娘不算什么 余小修才是她的软肋 看来这一趟 她是非去不可了 余叔起身满脸正色道 三老爷言重了 你且稍等片刻 我到后院交代一声 这就同你回去 看望我娘的病情 季孝谷大概是没有想到余叔会这么听话 回过神 待想再说什么 人已经匆匆的撩起帘子到后边去了 至于余叔为什么会答应的这么干脆 他首先想到的是 技家一时半会儿不会对他怎么样 毕竟他们还等着套他的六瑶术 不然不会先后派了翠姨娘和季孝谷来哄人 而不是直接强行的带走逼问 再者 他打从年前就一直等着技家出招 反正躲不过去 是阴的 是阳的 总得见识到了 他才能想办法去化解 到了后院 余叔把话 那么和赵慧一说 不提其他的内情 只讲翠姨娘生的病 她得过去看看 嘱咐赵慧先不要告诉余小修 有事儿等他回来再说 赵慧固然是担心技家为难余叔 但总不好拦着人家女儿回去探娘的病 叮咛了一番 才放他走 三老爷 我都说过了 我们走吧 余叔又回到前院去喊纪孝谷 纪孝谷皱了眉 不等你弟弟回来了吗 余叔急躁道 他从人去串门 要到晚上才回来呢 我哪等得及那个时候 我先去看看娘怎么了 回头再接他 开玩笑 要把余小修送到纪家面前 那不等于是让人捏了他的命根子吗 纪孝谷今天来 主要是带余叔回去 看目的达到 就不计较余小修是不是跟来了 当即就带着他出了门 坐上了等扣在街边的两顶轿子 抬着回了右盼府 一路上余叔就在轿子里 摇摇晃晃的直着铜钱 倒还处忧不惊 姬怀山身为四天间的右派 官居正四平 上有朝廷赐下的官邸 在安陵城中经营了十几载 是有几分风光 但大小和门面比起来 既家在一阳城的那座祖宅 却要相差几筹 余叔第一回来 认不得前门和后门 下了轿子就紧跟在纪孝谷的后边 一边走一边看 记着来时的路 路上纪孝谷没有同余叔说半句话 直接将他领到了西院一道 拱形的小花门前 停下说 你先去探视你呀 我去禀明你祖父 说不定他老家还要见你呢 余叔的心里赤骂 你爷爷的乱认清 记家那老头是谁的祖父 也不会是我的 纪孝谷又交代了守园子的丫鬟 带着余叔进去 就转身走了 这院子外头看着小 里边挺宽敞 朝南朝北各有一排屋子 雕兰窗花 门头上还悬挂着大红的春灯 有个春节的喜庆 丫鬟将他领到了 最里一间房门外 余叔看见朝南两间屋里 有人探了头出来看 兴到是 季孝谷房里别的女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